我要求你们今天要盼我死刑 你们要拖延时间 这个四川狠人正准备施法 就被法官武警打断 看上去正气凛然的他 却是极其狂妄的红领金杀手 他连续作案六年 制造了八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不仅袭击草兵 抢极数费战 还枪杀十二岁的无辜男孩 同此自己的亲密战友 而他的同伙除了流浪汉 竟然还有精神病人 时间2008年11月11日 地点四川宜兵北高速口 这天下午 收费战的工作人员正准备交款换班 突然听到三声响响 两名蒙面歹徒手持双管裂枪闯入庭内 将一万六千元险金一扫而空 全城只用了四分钟 当警方火速赶往现场时 他们早已离开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而这伙劫匪仅仅消停了三个月 就再次现身来到了宜兵南收费站 相比于上次来说 这次他们不仅多了名新成员 作案手法也更加简单粗暴 只见窗外的歹徒疯狂用枪扫射 收费员吓得轻慌失措 不停地挪动椅子掩护自己 另外一名歹徒抡起大头 一边疯狂怒洒玻璃 一边威胁里面的人赶紧开门 在歹徒砸窗的同时 一位收费员趁他们不注意 悄悄按下报警器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派出了500多名警力赶赴现场 此时三名歹徒还被蒙在鼓里 他们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手里的动作 两个人负责网封 一个人负责装钱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便抢走了将近5万元现金 而稿前期间 歹徒竟然还有闲金雅致和收费员聊天 我算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劫匪 失诚之后 他们还对着摄像头招手挑衅 像个没事人一样 淡定地越过铁丝网往山上跑去 警方到达现场后 立刻兵分多路前去追捕 可即便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也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只发现了一些被歹徒丢弃在路边的工具 为了将这伙猖狂的歹徒 尽快绳之以法 移民警方将此案定为了一号大案 一方面抽调警力继续搜捕 一方面对现场勘察取证 很快技术人员便有了收获 经过对嫌疑人的样貌工具 以及作案手法的分析比对 警方发现此案和08年的收费战备抢案 03年的少斌袭击案 保安袭击案都一曲同工 而这些案子都与一位 带着当地口音的神秘男子 有着慕名的联系 此人熟悉枪械 很可能当过兵 警方当即决令病案处理 随着调查的深入 移民警方的侦查范围 也越来越小 经过一个月的走访调查 专案组终于锁定了主犯吴勇 吴勇1978年生人 21岁入伍参军 只饶了半年就待不下去 之后和战友郭某 一起逃敌了部队 从此过上了 石荒剪破烂的流浪生活 由于他很少与人接触 常常出没于荒芜人烟的山林中 警方一时间很难找到他的踪迹 与此同时 吴勇也从报纸电视上 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信息 不过他并没有慌忙出逃 反而若无其事地继续石荒 为自己招兵买马 准备再次出击实施抢劫 然而当他带着同伙 坐车来到收费站踩点时 却被设卡查牌的警方一言认出 吴勇被捕归案后 其他的同伙也先活在宜宾上海等地落网 后来警方还搜查了吴勇在山里的多个老窝 里面除了有枪支炸弹等作案用的工具 竟然还有很多刑侦方面的书籍 以及一些日记和记录犯罪过程的字数 没想到吴勇一余时间也不忘学习 通过大记忆恢复术以及他的文字 警方了解到吴勇每次作案前 都会更换同伙精心策划 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先后犯下了八起惊天答案 吴勇和战友郭某从部队出逃后 一路来到河北邢台的某个树林 郭某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 让吴勇感觉自己的理想遭到了鄙视 两人发生口角之争 吴勇一气之下将其同死 2001年10月 吴勇用假名在宜宾的一家药厂做保安 结识了三个优手好前的同伙 几个人知道药厂老板有钱 便动了歪心思 最终接走了药厂11万元 吴勇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一次枪欺的对象 是为什么要宣导这一个 得手后 吴勇就不再和他们联系 后来警方将涉案的三人抓获 而吴勇却逍遥法外 隐居山洞靠石荒为生 2002年 吴勇偶然碰到了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同学 唐正芳 此时的他已经一切正常 吴勇感到很是惊奇 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唐正芳告诉吴勇 自己有特异功能 甚至还专门为他表演了一番 此外 唐正芳还告诉他 只要喝了同男同女的血 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神力 治自己的精神病 吴勇原本就有报复社会的打算 于是 鬼使神差的听醒了他的话 两人手持枪血来到山下 刚好看到一个12岁男孩在路边玩 吴勇用棍子打中其颈部 唐正芳持火药枪 从背后枪杀 为了制造社会影响 2003年9月11日 吴勇带着汽油瓶 火药枪等作案工具 来到宜兵卫星观测站 袭击了两名哨兵 其中一人腹部重伤 一人侥幸躲过的子弹 而吴勇当时还带着耳机听音乐 携带的枪支不低于十支 目标达成后 吴勇便迅速逃离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在袭击案发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吴勇又再次顶风作案 他带着大量工具 来到市政府门口 可惜当时是国庆假期 没有人上班 吴勇蹲不到人 怒火中烧 于是准备袭击位 没想到对方反应迅速 两人在纠缠中 抠动了班机 七点的枪声引来许多围观人员 吴勇只好庆幸离开 2008年10月 吴勇在石荒的途中 意外及时的同行张红斌 由于张红斌会用手机上网 对各种新闻消息都了如指掌 让张子顺很是敬佩 而张红斌平日里十分照顾张子顺 经常会把自己捡来的东西分给他一半 这让身处异乡的张子顺很是感动 两人熟络以后 张红斌便开始忽悠张子顺抢劫 并承诺市政之后会分给他一大笔钱 起初张子顺还有点慌 但最终还是没有抵住诱惑 趁着双十一狂欢节 跑到高速收费站搞钱 2009年11月24日 宜兵法院公开审理的此案 法庭上的吴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只要求立刻判他死刑 并表示自己不会上诉 从他的言行举止上 并没有看出一丝悔意 反而那嚣张的表情 无所谓的态度 更像是把这次审判 当作表演的舞台 可惜法官并没有按他的套路 好了 你拒绝回答 你就不要开枪了 律师竭尽全力 为吴勇做了辩护 医神最终认定 被告人吴勇 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恕罪并罚判处死刑 后来吴勇不服上诉 经过法院复合认为 其犯罪性质恶劣 涉案金额巨大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 故裁定核准的对吴勇的死刑判决 2011年10月21日 吴勇在宜宾市被执行死刑 当初他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只因为没钱交学费放弃了高考 原本他想着入伍考群校 可惜只坚持了半年就逃离军队 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世界本无善恶之分 是非黑白皆在一念之间 愿你我共勉以此为戒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